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华文六年级单元二十一,地图,生词。 在这边,老师要邀请同学们点击订阅,支持老师所创建的语文和科学的频道。 同学们,赶快按subscribe、订阅,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同学们就可以收到更多有关语文和科学的影片了。 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单元的生词吧! 好,跟着老师一起读。 寻密,寻密。 好,我们来看寻密的密。 好,密这个字的部首呢,是爪字头。 笔画数呢,是八华。 好,同学们,举起你的手,跟着老师一起来学写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密这个字。 那同学们在写密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是手四笔,写点点。 那第二笔跟第三笔的点呢,是网内的。 然后第四笔,再多一个匹。 好,寻密指的是寻找或者寻求一些东西。 所以寻密水源。 如果这个地方是缺少水的,就要寻密水源。 还有寻密线索。 王先生到处寻密药方以根治家人患上的恶疾。 是的,所以如果呢,生病了,我们就要寻密药方来根治这个疾病。 好,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生词,是以义。 以义。 好,我们来看义这个字。 义这个字的部首是单人庞,笔画数只有三话。 好,我们一起来学写义。 一、二、三。 好,义这个字,它是一个数字。 它代表呢,一万万。 那什么是一万万呢? 我们数学学到的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才到义。 换句话说,一亿呢,指的是一万万。 那一万万有多少个零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零。 一加八个零,就是一亿。 好,亿通常我们够的词语是亿万富翁。 好,林伟是国内著名的亿万富翁,也是一位乐善好施的慈善家。 所以我们有了很多的钱,我们也要回馈社会。 好,接着我们要看的词语是眷恋。 眷恋。 好,我们要看恋这一个字。 恋这一个字的部首呢,是心字底。 笔话数呢,是实话。 好,跟着老师一起来学写恋这一个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恋。 那恋这一个字呢,是上下结构的字。 在写恋的时候呢,同学们要注意的是心的第二笔哦。 好,眷恋指的是呢, 对自己喜爱的人或事物呢, 对自己喜爱的人或事物呢,的怀念或者留恋。 好,眷恋故乡。 所以很有可能你现在不在你的故乡, 你眷恋你的故乡。 眷恋知情。 好,所以眷恋的感情叫做眷恋知情。 虽然他已移居国外多年, 却仍眷恋着互相,马来西亚。 所以很多移居到国外的人, 他都会呢,眷恋自己的互相, 包括人、亲友、朋友, 或者是一些风俗、食物, 甚至是一些文化。 好,接着我们要看的这组词语是 我们来看欲。 欲这个字的步手呢, 是一字旁, 所以记得有两点。 好,笔画数呢, 是十二画。 好,跟着老师一起来学写欲。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欲。 欲这个字是左右结构的字。 那同学在写一字步的时候呢, 要记得是两点, 然后呢,加上一个鼓。 好,复欲指的是财务非常的丰富, 或者是充裕。 好,所以呢,国家, 富裕国家非常的有钱哦。 好,富裕的生活。 虽然维康从小就在富裕的家庭中长大, 但他生活节俭, 从不乱花钱。 好,所以就算呢, 我们的家庭是非常的富裕的, 同学们,你也要记得哦, 生活要节约,节俭, 不乱花钱。 所以有这样一个俗语哦, 富不过三代。 好,所以就算我们很有钱, 我们也要守住这笔财富。 好,接着我们要来看的词语是, 昌盛。 好,跟着老师一起读, 昌盛。 好,我们来看昌。 昌这个字的步手呢, 是日字头, 体化数呢, 是八话。 好,我们一起来学写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同学们, 昌这个字是由哪两个字呢, 所组成的呢? 是两个日。 那同学们, 你看一看, 这两个字日呢, 有没有分别呢? 是的, 上面的日稍微小一些, 下面的日呢, 稍微大一些。 所以同学们在写日, 这个昌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哦, 上面的日要小一些, 下面的日要稍微大一些。 好,昌盛指的是呢, 兴旺强盛。 通常我们用在国家、民族, 或者是这个文化。 好,所以呢, 国家昌盛, 文化昌盛, 或者是国家昌盛。 好, 国家昌盛, 社会繁荣, 人民才得以过着富足的生活。 好,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主词语, 叫做 以旦。 以旦。 好, 我们来看旦这个字。 旦这个字的部首呢, 也是日字头。 笔画数呢, 是五话。 好, 我们一起来学写旦。 一、二、三、四、五。 好, 旦这个字要特别注意的是, 最后一笔, 它是长痕。 好, 一旦指的是呢, 指不确定的某一天, 或者表示突然出现, 或者可能忽然出现。 所以呢, 一般我们说, 假如有一天, 一旦雨停了, 或者停雨, 球赛就会继继续进行。 假雨是没有办法进行球赛的, 所以一旦停雨, 球赛就会继续进行。 在马来西亚的非法偷渡客, 一旦被捕, 都会被遣送回国。 好, 所以非法的偷渡客呢, 他们会偷渡进来马来西亚, 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是违法的。 所以一旦被捕呢, 都会被遣送回国。 好, 同学们, 今天我们要学的生词呢, 就这么多。 希望这个影片呢, 能够帮助同学们, 认识这个单元的生词。 好,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